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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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这样 比如说它有一些固定的组合 一些规则 它父亲叫朱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母亲姓陈 陈氏 智政四年的时候 淮北大旱 接着又是瘟疫 那么朱伍四夫妻呢 就在智政四年的四月 相继并故 朱元璋家里啊 当时很穷 没有地 就是给地主家这个耕种 那么他父母相继亡故以后呢 没有地方可葬 当时啊 朱元璋就去求这个田主 田主不答应 后来呢 田主的宗兄 就是他同宗的哥哥 给了朱元璋兄弟一块地 说你就葬在这吧 那么朱元璋呢 就把他父亲葬了 后来过了几天 他母亲也过去了 也都葬在这了 这就是最早的 凤阳皇陵的由来 当时的情况 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当时不但说没有陵墓 而且呢 连一般的墓葬都做不到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啊 他自己写了一个 大明皇陵碑 就专门讲这个皇陵 和他自己这个发迹的历史 其中呢 就讲到他父母下葬的情况 他说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叫做病无棺果 背体恶伤 敷衍三尺 殿河摇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时埋葬的时候 没有棺材 穿着很破烂的衣服 敷衍三尺 就是很简单的埋葬了 也没有这个 供奉的饭啊什么 统统都没有 因为他很穷嘛 地都是别人等于给他一块 勉强就落葬了 朱元璋后来发迹以后呢 在他开国之前 他就对这个奉阳皇陵啊 进行过修缮 在他开国前两年 也就是1366年的时候 当时朱元璋不是皇帝 他是吴王 他就曾经回乡去祭扫皇陵 当时还不叫皇陵啊 就是他父母的墓 那么他这次祭扫呢 把这个皇陵啊 给他那个坟堆啊 加大了 也做了一些修缮 后来等到他当了皇帝以后呢 昏武二年的时候啊 他专门派人回乡去增修皇陵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说当时啊 他是并无官果 是吧 根本没有一个这个 像样的这个葬礼 所以朱元璋呢 他也曾经考虑过 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 把这个墓打开 重新安葬 但是朱元璋讲 说有人告诉他 就是补者 一些个占卜的人告诉他 说你这个不能打开 为什么呢 说你之所以当了皇帝 是因为这地方呢 风水好 你才当了皇帝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墓打开 虽然说 因为他父母这个 当时都是这个 穿着破衣服下葬的是吧 可能呢 这次你给他穿上好衣服 然后这个墓也修好了 但是呢 你把这风水就破坏了 所以不能打开 那么朱元璋呢 就听信了他们的话 没有把这个 原来的那个很简陋的墓打开 只是在上面再次增加了风土 就是坟堆啊 越作业大 我们老百姓叫坟堆是吧 他那个皇帝叫风土 然后把那风土做了很大 在前面呢 设置了石像生 世人实寿 另外呢 还种了很多树木 仅此而已 另外呢立了一通碑 这个碑呢 是叫当时的一个学士给写的 这个人叫威素 威显的威 素食主义的素 当时呢 给这个墓也加上了一个名字 因为古代的皇陵 大家知道他都有名字 他当时给他起了一个什么名呢 叫英灵 就是英雄的英 英灵 但是很快 二月定名叫英灵 到了五月的时候呢 朱元璋觉得这个英灵这个名字不好 改了 改成什么呢 叫皇陵 就直接叫皇陵 皇帝的皇 所以呢我们就说 凤阳的皇陵呢 它的名字就叫皇陵 为了跟这个一般的皇陵相区别 我们有时候在前面加上两个字 凤阳皇陵 这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安徽 凤阳 朱元璋父母的墓 凤阳皇陵啊 它是明朝第一个建成的这个皇陵 洪武二年的时候 它就开始这个 厚积封土 然后呢 再增加石像生 再立碑等等 后来在洪武年间又多次修膳 包括修这个皇陵城 包括到后来又重新 这个朱元璋又立碑 最终皇陵这个修膳完成 是到了洪武十一年 在明末的时候 被张献忠的农民军啊 给焚烧过一次 那次据说是烧了很多树 而且把这个皇陵的建筑 基本也都毁掉了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 安徽凤阳的皇陵 能看到什么呢 能看到它的土种 就是它的坟堆 还有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皇陵碑 另外呢 还有这个神道的石像生 中国古代墓葬文化 远远流长 是人们缅怀先祖 以祭哀思之情的一种体现 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宗法理智 人文观念和技术条件 古代帝王地位至孙至贵 帝王节的陵墓建筑规模宏大 给人一种神秘莫测之感 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 凤阳皇陵是明朝第一座帝王规模的陵墓 其整体的规制继承了汉唐两宋的传统 开启明清时代帝陵的先生 在明太陵寝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凤阳皇陵是明朝建成的第一座皇陵 这个皇陵很有特点 按照明朝人的记载 这个皇陵一共是有三重城 最外头这重城叫土城 就是夯土的 中间那个城是砖城 所谓砖城就是两边包砖 中间也有夯土 然后上面有盖上瓦 最里面一道城叫内皇城 这个完全是砖城 那么这个城多大呢 它的那个土城啊 城州 现代的实际测量 城州是14.4公里 这个土城是正方形的 中间那个砖城呢 它是南北长东西窄 这是古代的那个木刻版图 它有点变形 中间的砖城是多长呢 是南北1100米 东西750米 砖城的面积是82.5万平方米 什么概念呢 比北京故宫还大 故宫的面积是72万平方米 就是说皇陵里边 那个中间那个砖城啊 比故宫还大出10万平方米 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皇陵里边的主要建筑 都集中在了砖城里面 包括封土 包括我们讲内皇城 包括石像生 也就是砖城呢 应该是这个皇陵 最核心的建筑在这 它这个土城啊 也是四面 各有一个城门 我们看这张图啊 这张图是跟我们现在地图正好相反 它是上南下北 南侧呢 是一个城门 然后 东侧西侧都是一个城门 大家看这个北侧 北侧呢 它中间有一个门 是吧 两侧还有一个脚门 所以北侧呢 应该是它这个主要的一侧 就是说这个皇陵是朝北的 一会儿我们会再详细说啊 它中间那个门 大家看那个墙有一点拐弯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城呢是正南北向的 但是这个皇陵整个呢 是位于这个中都城啊 名中都城的西南方 所以它那个门呢 是朝向这个东北的 正对着这个中都城的方向 有一条大路直接通 这个专程大家看 也是四面各有一个门 这个门呢都是城门楼子的形式 这是古代的图 它画的都很那个 都很写实啊 然后这个叫什么呢 它叫明楼 明天的明 就按方位来 比如东面就叫东明楼 南面就叫南明楼 那么北明楼呢是正门 刚刚我们讲它是朝北的 是吧 在这个北明楼的外面 它还有一道罩门 然后进了专程以后呢 两侧就是石像生 这个凤阳皇陵的石像生啊 一共是有二十八队 包括望柱啊 一共二十八队 这个在历代皇陵当中是最多的 就是历朝历代的皇陵 没有像它这么多 然后过了这个石像生以后呢 就是那个内皇城 这个内皇城啊 是皇陵的最核心的建筑 它这个文献当中有记载 在这个明朝编的中都制里面啊 它专门讲到这个内皇城的制度 它说是这样 内皇城一座 周七十五丈 就是内皇城的城周啊 是七十五丈 正殿九间 金门五间 正殿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所谓响殿限殿 然后金门五间 就是它响殿前面那个中门啊 这是五间 东西五各十一间啊 就是两五 东五殿西五殿一共是配殿吧 各十一间 然后左右呢 脚门两座 脚门就是那个正门旁边 那两个那两个门啊 然后是后红门三座 后红门的并列是三座门啊 后红门就是在这个响殿的后背 也就是那个正殿的后背 然后是左右脚门两座 就是后红门两侧呢 还有两个小偏门 这个叫脚门啊 然后是辽庐一座 背亭两座 玉桥正三座 左右十桥两座 就是一共是五座桥 这是在这个内黄城的前面啊 然后这个桥下面是金水河一道 这段话呢 把这个内黄城讲得很清楚 就说这个黄陵里边最核心的一圈 叫内黄城 那么大家看到了 这内黄城实际上 它里边的核心建筑是什么呢 它里边的核心建筑 实际上就是这个正殿九间 就是面阔九间的一个大殿 这个正殿呢 在明朝官方文献当中啊 明太祖十路里边 就给这个命名叫皇堂 皇帝的皇 厅堂的堂 皇堂这两个字啊 在不同的时候啊 它有不同的解释 在这个凤阳皇陵里边呢 这个皇堂就指的是这个大殿 想殿 有些文献当中皇堂呢 实际上指的是皇帝那个墓穴 就是那帝宫 再往南走 也就是再往后走 大家看呢 就是那个三座门 那三座门的后边 有一块这个凸起 那个就是坟堂 也就是封土 它的那个封土啊 现在还在 东西长度是五十米 南北的宽呢 大概是三十米 就是一个长方形的这么一个封土 高呢大概是五米 原先就是就是土堆啊 后来呢是为了保护 怕那个土流失啊 在周围 这是我们现代气的这个 底下那个墙是现代气的啊 这是这个凤阳皇陵的基本情况 那么作为明朝第一陵啊 就是最早建成的皇陵 它有很突出的特点 唐宋的皇陵 特别是宋代皇陵呢 它那个城啊是方的 如果我们沿着那个四个门 画一个十字的话 那个十字的交汇点 就中心点 刚好是封土所在 但是凤阳皇陵不是 凤阳皇陵呢 它那个中心呢 是响殿 本多靠后 这个特点 后来实际上被明朝的其他皇陵 包括明太祖的孝陵所继承 这是第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封土下面没有墓室 而且呢 里面不仅仅是这个 朱元璋的父母 可能还有他的哥哥 嫂子 其他人 在这个 治政四年那次淮北瘟疫 前后死的朱家那些人 可能都葬在这个附近 因为在明朝的文献记载当中啊 讲到了这些人的墓 都讲到复藏皇陵 但是他究竟葬在哪儿 没有记载 因为他原来的墓很小 那么后来把这个墓扩大了 刚才我们说这个长五十 宽是这个三十 很大的一个面积 所以呢 应该说把这些人全部覆盖了 所以这是他第二个特点 这个在历代皇陵当中 应该说是一个特例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我们知道 中国古代的建筑 重要的建筑 一般是朝南或者朝东 很少有朝北的 朝北的一般叫稻座 凤阳皇陵呢 比较奇怪 它是朝北的 为什么朝北 有人提出来一种看法 认为说凤阳皇陵一开始 它也不是朝北 它是朝南的 我觉得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 一开始呢 皇陵啊 是朝南的 它背后 也就是它北边 有一个山叫凤凰山 离着多远呢 大概十公里 肉眼根本看不到 那因为这个地方 皇陵所在啊 是一片平原 按照明朝的这个风水法说 皇陵呢 应该是有背靠山 估计当时呢 这个制度没有完全形成 皇陵一开始修的时候呢 可能也是朝南 但是后来啊 也在红五二年 朱元璋啊 决定要在自己家乡 建一座都城 大家知道朱元璋的都城是放在南京 是吧 但是呢 他一直认为南京不是很合适 曾经考虑过一些地方 其中有一个建议呢 就是在他的家乡 建一座都城 叫什么呢 叫中都 所以中都城修了以后呢 等于把这个龙脉啊 给它隔断了 就是等于凤凰山变成了什么呀 变成了中都城的背靠山了 因为中都城更近 是吧 这个封阳黄陵呢 在他的南侧了 所以这样封阳黄陵呢 转了一个像 南面有山嘛 南面也有 但是也都是小山啊 按照这个明清的地方志记载啊 有很多小山也在这个十公里开外 那么后来呢 这个到了明朝家境的时候 就只认了一个山 在这个一群小山当中 只认一个小山头 认为那是黄陵龙脉所来 那个山啊在原来呢叫善山 就是这个友善的善 后来呢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祥圣山 非祥的祥 圣人的圣啊 十象生从东汉开始兴起 到了唐朝以后更加规范和完善 此后历代沿用不衰 只是数量和形象不尽相同 到了明代 十象生作为黄泉的象征 成为灵寝制度中的主流形态 凤阳皇陵十象生的数量之多 客宫之精美 为历代帝王陵之冠 其艺术风格绝妙 堪称上城颂元 下起明清的大型石雕艺术精品 那么凤阳皇陵十象生 究竟具有怎样的与众不同之处呢 一位大臣精心撰写的皇陵碑文 为什么最终被朱元璋废弃了呢 我们下面再谈一下他的这个石像生 和他的这个皇陵碑 这个就是奉阳皇陵的神道 刚才我们说了 他一共有二十八对石像生 这个是在历代皇陵当中最多的 这二十八对石像生包括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最前面 这两对叫麒麟 他这个石像生啊很有意思 这种麒麟的形象 在以前皇陵里没见过 像这个东汉啊南朝啊 都有这种唐代啊 都有戴翅膀的神兽 但是不是这个形象 这个麒麟呢 它已经不是翅膀了 就是翅膀退化成了一种 那个腿上那个火焰 而且这种通身戴麟甲的这种石兽呢 在明代以前也非常少见啊 这个大概在元代的时候 麒麟是这个形象 那很多元青花上有这种形象 就是呃 这种狮子身或者是鹿身啊 然后通身都是有那种龙的鳞甲啊 这种形象 然后八对狮子 在这个呃 明代以前呢 这个狮子啊 也不在神道上 就是神道石像生里面没有狮子 它都是这个守门的石狮子 两对望柱 像唐 宋 这黄陵啊 都只有一对望柱 就是后面那个石柱 是吧 而且这个望柱呢 一般都是在最前面 作为石像生的引导 凤阳 黄陵呢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设了两对望柱 而且呢是在这个石兽中间 然后下面呢 就是这个杖马 它的杖马呢 很有意思 大家看啊 这是这个一匹马两个人 这三件石刻 在这个二十八对石像生里算一件 为什么呢 因为它石像是 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马 不是人 旁边两个应该是马夫 这种马配马夫的形象 在唐宋 黄陵当中都能见得到 但是呢 是什么呢 就是马夫的形象 我们现在叫马夫 在唐宋的时候呢 也叫控马 就是控制的控 大家看这个 它有意思在哪呢 它的这个控马呀 是文官的形象 为什么说文官呢 你看它穿的衣服 是胶领的那个袍服 然后帽子呢 戴的是那个官帽 梁官 不是这个一般马夫的形象 这也是比较特殊的 究竟为什么 我们现在也没有能解释清楚 这是黄陵的一个特点 再一个就是它的武官 古代这武官上朝啊 它也是有朝服的 但是武官和文官有什么区别呢 一般说文官手里拿着户 就是上朝那户板 手板啊 武官呢 手里主着剑 这样文武就分开了 但是凤阳皇陵不是 它这个也是主着剑 但是穿的是铠甲 另外再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点呢 就是凤阳皇陵啊 它在最上手 就是最靠近皇陵的位置呢 它是一对宦官 就这个形象 这也是比较特殊 宦官跑到石像生里面去了 另外还有一点啊 就是从前往后 那么越靠近皇陵的本体 应该是地位越高 这样呢 一般来说 我们中国古代强调这个 中文清武 通常呢 是文官在武官之上 这个凤阳皇陵正好反了 我们上来说 从前往后走 先是文官 然后再是那个 穿着铠甲的武士 最后是宦官 所以这也很奇怪啊 这反映这个就是 观念就不一样了 是吧 它怎么来呢 那么后来我们发现 实际上呢 就是说它还是模仿 巩义皇陵 巩义的北宋皇陵 巩义北宋皇陵啊 它那个陵门前面 有一对守陵的将军 就是穿着铠甲 手里一般拿着是月 就像斧头是那种月 在这个铠甲将军再往里 就是皇陵那个南门的里边 有一对宦官 然后再往后靠近这个封土的地方 又有一对宦官 估计呢 皇陵做这个石像生的时候啊 可能是到巩义去学习了 但是呢他没有搞清楚 其实人家那个已经不是石像生了 是什么呢 是守门的 和这个侍从 哎 他把它也照抄了 把它整个在这个神道上 就排成了一对 所以他这个石像生比较特殊呢 等于是一个误解 这是二十八对石像生 那么然后下面就是皇陵碑 这个就是皇陵碑啊 叫大明皇陵之碑 这个是朱元璋自己写的 刚才我们讲到说 他讲他这个父母下葬的时候 这个敷衍三尺殿和摇江 就是从这里边摘的画 实际上红武二年的时候啊 写碑的人叫威肃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威肃呢是一个学士啊 文笔很好 但是朱元璋呢 可能不大喜欢他 据明朝人记载啊 说有一次啊 朱元璋这个召见威肃 威肃来了 跪在下边 然后朱元璋说 下边是什么人啊 威肃呢 说了一句不合实义的话 说老臣威肃 朱元璋一听就不高兴了 你还在这儿以老卖老 这个威肃有什么背景呢 他原来是元朝的官 后来这个投降了朱元璋 所以朱元璋就讽刺他 说啊 是你啊 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 大家知道这文天祥是民族英雄 说这个坚决不在元朝做官 是吧 所以朱元璋是讽刺这个威肃啊 那不管怎么说吧 他对这个威肃写的这个碑文啊 不满意 认为是如臣粉饰 粉饰之词 说我不用 我自己写 他就用当时的白话 写了这么一个 皇陵碑 这个碑文啊 一共1105个字 讲了什么呢 讲了皇陵的由来 讲了他的家史 讲了他怎么去投奔的红金军啊 然后他怎么去这个打下天下 所以这个皇陵碑 刚好是朱元璋的一个家史 和他自己的发迹史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个碑现在还在原地 这个碑文呢 很多地方都能找得到 有兴趣的这个朋友呢 可以去找来看 也很容易看懂 虽然是明朝的 但是用当时的白话写的 很容易就把它 就把它能够看懂 好 这就是这个奉阳皇陵 一般而言 开国皇帝在登基之初 都要给自己的先祖追加封号 并开始着手迎建祖陵 朱元璋登基之后 虽然追封了先祖 但是祖灵修建 却迟迟不见行动 因为他面临着两大难题 一是朱元璋出身贫寒 为了谋生跟随父母四处迁徙 十几岁时父母又过早离世 所以朱元璋无从知道 自己的先祖到底身葬何处 二是出身低微的朱元璋 也想攀附个名人做祖先 但顾虑重重 事情进展一波三折 那么最终朱元璋 是如何破解这两大难题的 费尽周折建成的明祖陵 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世事沧桑呢 请继续收看大明帝陵第一集 《地乡横空喜黄陵》 朱元璋出身比较贫寒 他呀曾经也考虑过 说找一个比较风光的祖先 因为他姓朱是吧 大家知道南宋 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 叫朱熹 所以就是他别人说 你看是不是这个认朱熹做祖宗 朱元璋呢心儿也活动了 但是呢这当中发生一件事 有一次他接见官员的时候 一个官小官姓朱 他说你姓啥姓朱 他说那你是朱熹的后代啊 大家知道朱元璋呢 是比较这个威严 也比较爱杀人是吧 这个小官呢就吓得害怕 说你说是也不是 不是也不是 结果他就实事求是回答了 说臣自有臣祖 说我有我自己的祖先 他说我不是朱熹的后代 我有我自己的祖先 朱元璋一想 他一个小官 他都不滥任祖宗 我大明皇帝 我凭什么滥任祖宗啊 所以他就不认了 所以后来朱元璋都自己讲啊 说朕本怀佑不一 说我就是怀佑的不一 老百姓 我家出身就是老百姓 他也不再去乱任祖宗了 不过是这样的话呢 到这个最后啊 明成祖永乐的时候 最后修订的那个明太祖十路 还是给他找了一个风光的这个祖先 这明太祖十路里怎么说呢 说是这样 说这个朱元璋啊 说他们朱家啊 齐先帝撰序之后 就是三皇五帝里 大家知道五帝有一个人叫专序 他是专序的这个后代 周五王封其苗义与朱 周五王说封这个专序的后 在哪呢 苗义是后代 于朱 春秋时子孙去义为朱氏 本来呢封帝封在朱 后来到春秋的时候呢 他子孙呢 就以这个帝为姓 但是把那个朱的右边的耳朵给去掉了 就变成了这个朱啊 现在这个朱啊 然后说市居佩国象县 这个地方是在现在安徽的随心一带啊 其后由喜居俱荣者 市为大族 说他们家啊 从这个佩国象县迁到俱荣以后呢 是市家都为大族啊 这个仁浩齐礼为朱家相 说他们家人很多 把他那个住的地方叫朱家相 这是把这个朱元璋的历史呢 最后是这么解释的 当然也没有说他近代出什么名人 就是这样 而且据朱元璋自己讲呢 说他高祖父以上呢 只能是再知道一代 再往远他就不知道 朱元璋当皇帝以后呢 他把他往上四代 都追尊成为皇帝 不仅有他的父亲 还有他的祖父 曾祖父 高祖父 但是呢 朱家很穷 他祖父 曾祖父 高祖父 葬在哪儿 他不知道 而且呢 他们家也经过几次迁徙 朱元璋的老家 是在江苏的居荣 现在属于镇江 一个县吉士 这个古代也读沟荣啊 就是句号的句啊 到他祖父这一代呢 为了躲避这个元代的姚义 就从居荣渡江 到了现在苏北的虚处 在当时呢 叫四周 他祖父就在这地方住下了 后来呢 也就在这儿去世了 然后他父亲在这儿过不下去了 后来又跑到了安徽的凤阳 那么因为一直找不到祖先的陵墓所在 所以在洪武早期呢 他就在这个沿着淮河呀 旺季 后来呢 又建了一个祖陵庙 在里面祭祀这个朱元璋的祖父 曾祖父和高祖父 这个等于就是一种招魂祭 没有梦 到了洪武十七年的时候 这个事发生了转机 发生什么转机呢 当时有一个人 就是龙香卫总旗 朱桂 这个人呢 据说跟明太祖是同宗 他退休了回家 他跟朱元璋讲 说当年啊 说我的祖父跟你的祖父啊 一块从居荣啊 渡过长江 然后到了虚夷这个地方 那个坟地在哪儿我知道 结果呢 他就指出了具体的地点 也把这个朱家 签到这个虚夷的这个支派啊 把他做了一个说明 那么朱元璋就派当时的皇太子 叫朱标 派朱标呢 到虚夷去修了这个祖陵 刚才你说这祖陵不是衣冠种吗 他不是找到真的了吗 这个是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呢 说认为啊 当时朱桂指出来了 当年朱元璋祖父 墓所在 但是呢 他为了不动这个祖墓 也为了这个 保密啊 就在这个 真坟的前面 修了一个衣冠种 也有一种说法啊 就是说 只是找到了一个大致的方位 具体的点 那个没有找到啊 就是大概的位置知道 就在这片地里头 但是在哪儿 他也没有指出来 不管怎么说 实际上就是祖陵修建 并不是和皇陵一样 说在那真墓上夹这个封土 不是 他是在这个真墓呢 应该是附近 那位置应该差不多的位置 然后呢 用这个砖啊 切了几个劝室 然后前面还有永道啊 这里面呢 葬三代帝后的衣冠 按照这个皇帝皇后 当时皇帝皇后的这个衣冠呢 做了这个三套衣冠 葬到里边去 然后呢 说这就是他的木 衣冠种 招魂葬 这就是这个祖陵的由来 祖陵这个地方啊 大家看这个图啊 这个图呢 就是明朝万历十八年的时候 有一个治水专家叫潘济逊 他画的河方一览图 河方一览图呢 是是包括这个有文字 也有这个图啊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专门讲治河的 其中有一段呢 就睡到了祖陵 那这段就是祖陵 这是明朝的那个图上的这个祖陵啊 按照这个图所描绘的 还有当时的这个文献记载 那么祖陵呢也是三重城 就是外边土城 砖城 中边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内皇城 跟奉阳皇陵一样 但是比奉阳皇陵的什么呀 比奉阳皇陵的规模要小 但这个地方跟奉阳皇陵不一样 它呢是在洪泽湖的边上 地势很低 实际上在明朝中期的时候 这地方就经常受到水患的威胁 怎么办呢 祖陵所在又不能被水淹了 它就开始筑堤 筑堤坝 土堤石堤 大概到万历的时候啊 就明朝晚期啊 万历皇帝 万历的时候啊 这个明朝人记载 说在这个四周城啊 往祖陵那边看 说周围全是水 祖陵呢如弹丸之地 就是周围全是水 就祖陵在上面 其他都是水 为什么呢 因为祖陵被堤给护着了 那么这么一个地势堤坝的地方 在明朝的时候 因为是祖陵所在 他当然可以这个 呃 去这个筑堤 疏倒 把水淹走 但是明朝灭亡以后呢 他就没人管了 这个地方就是地势 低 那么在这个有水的时候呢 就逐渐的会怎么着 水就会把它淹没 清朝康熙十九年的时候 这个明祖陵呢 就完全淹在了水里 后来啊 过了两百八十多年 到了一九六三年的时候 啊 就是五十多年前啊 到了一九六三年的时候 才逐渐有石刻露出水面 那么根据地方制的记载 那么最终考证呢 说这里是明祖陵所在 现在呢 这个这些石刻也都拉起 把它那个做了一些恢复啊 呃 基本上还是原位 大家看这个图呢 这就是那个祖陵的那个玄公啊 就是墓室 你看从那边数 一共九个劝室 横着排列九个劝室 这里边当年就葬的是这个 呃 三代这个皇帝的衣冠 在他的前面 本来呢 应该还有一条涌道 然后还有一块 还有一块像这个前唐式的 这么一个墓室 那个已经被拆毁了 前面这地方就变成一个坑 现在变成变成一个水池了 这就是这个虚拟祖陵 现在石像生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这是从头开始 他这个石像生啊 没有这个呃 凤阳皇陵多啊 一共是十八对 这十八对包括什么呢 也是麒麟这个开头 包括两对麒麟 六对狮子 然后呢 是那个两对望柱 他也是两对望柱 望柱也是夹在这个石兽中间 然后呢 是马和马夫 两对 再然后呢 就是后面的这个 两对文官 两对这个 穿铠甲的这个五官 两对宦官 这样加一块一共是十八对 他这个石像生的年代啊 好像不是一个年代的 因为按照明朝的记载呢 那这个祖陵也是也是几次修缮 包括这个洪武时期 永乐时期 还有嘉靖时期 所以石像生呢 也有可能有比较晚的啊 这就是这个祖陵的情况啊 那么这就是明朝 开国之前的追封皇帝的陵墓 包括奉阳的皇陵 还有虚的祖陵 就是奉阳皇陵呢 实际上是明朝 最早建成的一座皇陵 规模也很大啊 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各位